大家 欢迎 欢迎这么多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就在今夜 也欢迎观众朋友再次的欣赏我们就在今夜 对 今天可以说很多特别来宾的第一次上我们就在今夜 可以说嘉宾云集而且是美女如云 而且而且站在你看这一排都是美女 对对 今天高多高 矮矮胖的胖 瘦的瘦 还有丑的丑 幸好没有凸的凸 对 我们节目不仅美女多 而且有上个星期我们推出许多新的单元 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对 过几天呢 还会有这个新的布局呢 呈演给大家 今天节目一开始 也会邀请了第一位美女 带来一首歌曲 《非常有活力》 叫《冲进的活力》 我们欢迎罗宾丽的演唱 别乱我游泳 带着你不分离我 别乱我动态 展现你活力的澎湃 痛快记忆地 你 记忆 别乱我给你 你 你 只是你 别乱我找到你 做什么 来 来 来 全部都在乱 不 不 不 你 你 你 不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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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 小 姐 我都在說你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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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開心的鼓勵 鼓勵 鼓勵 別買到你腳步 你 繼續你 別說你的腳步 你 再開快來 先進了要擺 我 要你 去年快點現在 你 別買到你腳步 你 繼續你 別說你的腳步 來 快來 先進了要擺 就在今夜 決定不是餐廳錄影帶 幸好羅比林小姐服裝還手下留情 要不然支持我们节目水准 又提升不少 不过今天站在我们俩中间 那也是秀场的红人 余峰里那里 余峰你好 大家好 芳峰好 第一次上门就在今夜 余峰也可以说是 多才华的演艺人员 不但歌唱得好 戏演得很好 你跟芳芳 其实很多地方蛮接近的 见的英雄 是不是什么特别要 相互说一说的 我怎么敢跟余峰比 事实上余峰一直是 我在荧幕上 真正的心目中的偶像 我非常喜欢看她的穿着打扮 谢谢谢谢芳芳 私底下我跟芳芳 也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 既然两位主持人那么捧我 那也让我说说 我心里的真话 就在今天想上这个节目 想了好久了 今天一来 一看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环境 好的灯光 好的夜视 一流的名节目主持人 还有我最喜欢的导播 对 说了半天 怪不得特写这么久 没有 说说心里的话 一土为快 说了半天 她上我们就在今夜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来上我们节目 能够来认识更多的朋友 那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呢 就没有目的了 没有目的啊 纯粹是来过过瘾 享受一下这么好的环境里 唱首歌是什么样的滋味 你才怪你 今天把余峰跟罗毕 同时请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因为他们两个最近 好像在这个演艺生涯上面 好像马上 好像没什么发展了 有很多的发展 要多元性的发展 他们最近听说开了个餐厅 听说这个餐厅 装潢非常地漂亮 我们特别请他们两位来 介绍介绍 他们新开的餐厅到底是什么样的 同时我想电视机朋友啊 电视机前的朋友啊 大家都认为做老板娘 应该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坐在柜台收钱 其实有很多心酸的一面 万事啊 这求人难啊 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从头做起 尤其找客户的时候 更是很多心酸 你们会有这种困扰吗 还没有开张就是 我想好的东西 先卖预售票 好的东西自然会吸引一些 这些朋友来的嘛 对对对 至少目前我们所面对的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 左手在做 而且要带着头 要比人家更勤奋 如果不幸的话 真的有片段为证 好有录影带为评 来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就是你们 这还没有开幕吧 这是欧式的装潢 这是前一阵子 这个外景队跟我讲说 要来拍摄 但是没给我确定时间 所以我也没在等他 尤其 我跟讲一下 那是你吗 他心里头一定要涂到 要偷懒 一早就化了个妆 等外景队结果没想到 没打一声招呼就跑来了 这样才能拍到 你们真实的一面 你看这就是我好的一面 赶快把这种尴尬的 这气氛的 赶快转向他 现在我踢得到吗 回头看一下 罗伯琳平常 在学校的不写毛笔的 现在画起来挺起来 各位朋友 你们看到我这 黄脸婆的样子吧 再也不相信 我再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 老板娘真是很难当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让你当 这根本就不是老板娘吗 这叫做苦力 带着大家自己在那边描金 所以以后你再看到的话 这都是我的杰作耶 我们店里头的这个所有的油漆细腻的地方 都是自己在 对 我想你们两个一定没有什么困难 因为平常在装里画着 对啊 就当时画眼影画口红 这样抹 画眼线这样 对啊 往上画对对对对 你瞧啊 你瞧罗伯琳你看 对 我跟你说他很聪明啊 他不是夸躁 他呀 你看拿个水管真的冲了 嘴巴不停地练 好像让人家感觉他从头到尾 没有松懈过一直在做 其实你看看他做了什么 这还不重要 最忙的是嘴巴 对 最重要的是他一边喊一边骂他 你看有一段不吭声 你看一直在那里擦呀洗呀 你看这个 我看也差不多 穿白衣服的苦力功 你看看 一边一边喊一边叫了 眼睛还看镜头 有没有拍到他 对 然后一进剪这种 没有油腻的地方 我们擦 我 我还没有开幕拿来的油腻的 要命 没有 我们这都经过这种消毒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忙到最后终于翻过去 破坏形象 因为这辛苦了 好 一会儿抽根烟 喘喘气 你看他连椅子都不让我做 太难糟了 可以刷地擦油漆 连张椅子都不能做 还要客人先做自己来 才能做 对呀 永远都这样子 客人永远是对的 所以当老板娘真的是很难了 不要再想做一样的工作 我经过这一次以后 真的让我做人做事 都会更认识 对 两人累了半天 很懒散地站着 又来一个 其实你们两个来 我们当然很高兴 也恭喜你们呢 开了一个餐厅 谢谢 但你们来我们节目表演 也使我们的节目深色不少 尤其余峰的歌唱得好好听 因为你一唱呢 大家都不愿意转台了 真的 所以让你先唱 懂不懂 如果说真的 如果说真的 这次真的要谢谢两位主持人 还有制作单位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这 做一下免费的宣传 没有要好好的 让你唱一首歌 回馈各位观众朋友们 非常谢谢 那我的歌声回馈不敢讲了 就是献丑大家不嫌弃这样 希望你的二眼能够在奸奏的时候跳一跳 然后 没有问题 让我们真的感受到 律动的是什么 八哥那您就错了 我根本不必在奸奏的时候 我任何节奏里头都有跳跃的感觉 那大家您可得手的电视机 别去上厕所了 对对对 带来歌曲是什么 今夜我想喝醉 对嘛 刚刚八哥就说你们应该开酒店 为什么 你还不承认 你想喝醉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 今夜我想喝醉 我们欢迎余峰 今夜我想喝醉 今夜我想喝醉 醉的没有一点感觉 让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 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 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 今夜我想喝醉 今夜我想喝醉 醉的忘了自己是谁 让我为你总留下一颗眼泪 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 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 你是谁 吹愰 你今天ара 对的不知 天难以非 让我对你 不会有任何防备 就算不好 我亦无所谓 詞曲 李宗盛 就算不好我也無所謂 今夜我已何悔 雖然不知天愛地悲 讓我對你不會有任何防備 就算不好我也無所謂 讓我們忘了過去的一切 讓我們給一個重新的機會 今夜我已何悔 讓我唯一再乾一杯 今夜我已何悔 醉的不知天愛地悲 讓我唯一不會有任何防備 偷彈 就算不好我也無所謂 一樂